刘泰勒说自己是假粉丝 好你承认就好 巴利撒旦教就记载在旧约上面 是吗 为什么要读圣经 因为读圣经 它是原来 原来如果我要跟你讲 为什么要读圣经 就是因为我说你要理解一下一个文化 一个宗教 但现在这个理由有一点变 就是圣经好像 它是真的记载了深层政府的计划 它是真的把一些现实东西写在里面了 它不仅仅是个 以前我一直都觉得是野蛮人写的 是几千年前的野蛮人写的 现在看来好像还不一定真的是野蛮人写的 好像真的就是外星人写下来的 然后呢 揭示了一些宇宙的道理 然后那个圣经呢 是写出来给人懂的 但是其中有多少被篡改了 我不知道我说吗 那 666不是66大顺吗 但是666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今天就这样了吧 今天直播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各位觉得同胞来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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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